可为何唯独这一回 你就骗了我呢 你想什么 黄爷爷其实不必浪费时间 您当年让夏大人陪我走访相间 了解民间疾苦 夏大人总是拿鸡鼠逼我吃 我记恨在心很久了 于是我便派人暗中查访 想找找他的罪证 可我派去的人回来却跟我说 夏大人屋里只有布衣和瓦器 其他一无所有 其实 夏元吉杀不杀只是小事 那 什么是大事 什么是大事 黄爷爷 您都病倒两回了 那 什么是大事 孙儿盼您千秋万岁 这次的北征 就由孙儿带您去吧 好不好 人寿百岁 事多有之 然皆深莫 则无闻 延回三十 声明 传千秋万代 朕要缔造 半世功勋 又何必 百岁之寿 可是你不能去啊 黄爷爷 朕放心北征 是因为你 留在了北京 朕不能带着大明的未来去冒险 阿鲁台 年年来烦 百姓疾苦啊 朕每每思之 追心刺骨 他们骂朕浩大喜功 由他 骂朕穷兵独武 也由他 朕 纵然身后留下万事骂名 绝不允许大明寸土 遭人践踏 更不允许 大明百姓流离失所 我 孩子啊 你那个爹 读了不少圣贤之书啊 被一帮书渡给忽悠傻了 既然你觉得 户部那个老东西还有用 就留给你吧 皇爷爷 您登基二十余年 万国来朝 世文历朝历代 以天子之尊 亲征大墓 有几人 您的心胸和眼光 又岂是狼亭下的燕雀所持 这世上 智风沐雨的雄鹰少 短时的燕雀又何其之多 千穿万穿就是马屁不穿 还有什么好听的词 你呀 真让你办的事你办完了吗 还不去办 去吧 斩姬 等皇爷爷得胜还朝 我们一起去狩猎 是 宋人告退 去吧 永乐二十二年四月 朱棣率军数十万 第五次亲征末北 命皇太子监国 六月 大明军队到达达兰纳木尔河 阿鲁台闻风而逃 明军便搜山谷三百里无所得 军中粮草不足 朱棟命令班师 七月 圣驾到达于牡川 朱瞻机奉密令回京 筹集粮草 不久 已则足以震动天下的消息 追随而至 三月 天下 朱棣啊 你走得太突然了 儿臣心痛啊 天下您别这样打痛伤身了 您要保重身体啊 天下 天下 皇太孙呢 回太子妃的话 杨蓉大人与海兽进京密报 皇太孙亦得知消息 禀报了太子殿下 即刻出京 赢丧权 一旦朝野听闻 必将人人畏惧 传我之名 封锁消息 待皇太孙 奉子宫还经 再行发丧 是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 皇太子遣太孙 迎子宫于开平 君中发丧 当心啊 你先下来吧 下来 快点 皇爷爷 明明说好远程归来 你我祖孙二人就去南海子手里 如今九宫尤赞 可你老人家去了何妨 您平生一诺欠情 从不对他人实验 可为何唯独这一回 你去骗了我呢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